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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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谈恋爱所以离职是吧 中间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我选择离职了 谈了一年了 两年 一年多吧 一年多 快两年了 现在咋了 是这样的 就我们俩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我后面查了手机 我才发现 前几个月她一直玩社交软件 聊得可嗨了 还跟女的说 你长得挺高的 我对你好像没有免疫力 然后小姐姐 你出去喝酒带我出去喝 你啥意思啊 你跟我谈恋爱 我那个时候没收心而已 我跟他们只是做普通朋友 正常社交而已 那行 正常社交 还有主持人更过分的是什么 她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还跟她前女友一直有联系 那时候我跟我前女友 因为谈了很久嘛 她放不下我 所以说我不能对她太狠 只是回回消息而已 回消息 我说我可以理解 因为病两个人嘛 之前的感情我可以理解 我给你时间 但是拖了这么久了 都是我最后去查她手机 我才发现他们一直有联系 我只是说了话而已 又没有什么东西 没什么东西 我去套她兄弟的话 她兄弟跟我说 她有问题 对我没新鲜感了 厌倦了 想跟我分手了 我真的我受不了的 我实在受不了 我直接离家出走 她急了 她又赶紧给我发短信打电话 比如说赶紧让我回来 然后跟她前女友分手嘛 那后来前女友这事 都处理完了嘛 是她删除了人家 也算是我帮她删除了 行 那就说 在恋爱初期的时候 男生还不是特别稳定 没有收心嘛 现在算收了心了吧 算 但后面中途也有很多小事情 就她特爱管着我 给我安排事情 我没去做到 她就一直骂我 说叫我 就有一次 她让我去给她充那个电费 我工作忙我给忘了 我又忘记给她说了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她就一直说 说到我睡觉 连这小事你都做不好 你没时间 你没办法 据从你告诉我好 我据从OK 没问题 她告诉我了嘛 你尊重我了嘛 问题是我也跟你说了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忘记告诉你了 我心里也挺有愧疚的呀 但你一直在说叫我 你像一个领导一样 对你下属 你这不行那不行的 这个女生上来喊吧 我一直以为 在她们的这个关系当中 是女生管理男生 结果女生 这么说完之后 突然发现是一个错觉 原来在现实生活当中 管理者是她 对 她会经常地说你 然后经常地批评你 甚至说叫你 是这意思吧 对 你是想告诉我们这个是吧 对 好 还有什么 还有一会下班了 我工作也忙完了嘛 当时也没离职 我说等你 她又说没事你先走 但我想了 大家一起回家的 我就没事 我就在她等嘛 等着等着就突然发高烧 本来疫情期间 大家知道就发高烧 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我不舒服 我就去楼下 到保安那里 然后量体温38度级 保安就慌了 然后问了我 工作地址怎么样的 还让我一个人在那休息 我就说我休息了 等她忙完了 我们再回去 看病也可以 但我万万没想到是保安 直接就上我们公司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就找到了她 她直接就下来了 虽然说带我去看病 带我去检查 但是一路上也是在说我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要说我 我记得很清楚 外面下着雨 就我们在路上 就突然她就给我发脾气了 就说我这不行那不行 还要跟我捞分手 我发了高烧外面下着雨 你要说教 我还要跟我说分手 我不知道怎么样 这件事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上下班一起嘛 都经常见着的 我那天叫她早一点回去 我那天知道我就晚上加班 可能会加得很晚 她不听我的 就发生这种事情 这我就觉得很火火啊 你知道吗 完全可以她回去了 这我下班回来 我陪她到我们那边 有一家很近的医院 完全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了病 这再回去 而且我对我们公司那边 又不是很熟 又不知道医院 到晚上去找医院 找了这医院看了 做了核酸检测 之后要回去 从那个医院到我们住的那边 至少得要四十公里吧 到晚上一两点钟 四十公里的路程 你考虑过没有 身边是我能预见的嘛 我跟你说了 叫你提前回去啊 行 所以男生实际上面等于 当两个人出点事的时候 男生的这个抗压能力 或者处理问题的能力 有点弱 是这意思吧 还有别的吗 还有 就我们消费观 确实不一样 嗯 我呢 我就喜欢就是说 跟朋友一起吃喝玩乐 他就蛮节约的 有一会儿啊 我的朋友 跟他朋友一起去密室嘛 可能一个门票 大概要两三百 当时他就直接翻脸了 当所有朋友跟我翻脸 说你们去玩吧 我在外面守着 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 就这件事情 他问过我的意见吗 他把所有朋友 直接带过去玩密室逃出 他没跟我商量过呀 他明明知道 我应该不会喜欢玩这类的游戏 好 他既然带我们去了 OK 我尊重他的意见 我说你们去玩 我在外面等你们 这有错吗 请问 这也没错 那我想问你 你过生的时候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没让你花一分钱 那个菜可能有点贵 一千多 他也是直接到服务员面 跟我两个吵架 翻脸走人 我怎么拉着他 他直接把我手一甩开 走人了就 我就一个人就愣着那里 服务员的还不 小姐你还吃吗 我说不用了 真的 本来那天是这样的 主持人 我过生 应该以我为主导 他带我去吃那么贵的菜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 完全大家一起回家 自己做做小菜 请亲朋友来吃一下 我觉得也很开心 他硬是要带我去吃 那么贵的菜 我觉得没必要 其实美贵工资也不是很高 那种 没有达到那种消费能力 带你过生 我想请你吃那好吃的 有错吗 我想对你好有错吗 你们这恋爱 谈得是挺累的 对 处处都不一样 还有一回主持人 就我们自驾游去芦州 结果在路上的时候 开导航 我自己拿了手机 他开车 导航声音就没有弄好 就导致了他开车 没看到路就造了罚单 也是从头骂到尾的那种 就一直怪我 要开马 要不是你 我能当罚单 要不是你 出来这么多事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出来 我们就没有这些事 我出来了 所有的事发生了全都给我 对吧 第一件事 他说他要出来 我本来其实不想出来 他给我闹脾气 好 我说OK 我听你的 我们出来吧 本来我开车的时候 我叫他给我弄一下导航 他不会给我弄 我前面不知道怎么走 我就走过去了 结果找违章了 之后我就很生气 哎呦 你们俩为这点事至于的吗 还有的 我们很晚才到那个芦州 我们当时为了节约钱 说第二天能好好玩嘛 他就商量 就我们俩解约一点钱 在车上睡一觉 然后也觉得新奇嘛 就说行 在车上睡 到第二天早上 七八点醒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哎 这边有一个黄一镇 可以卖桂圆的 然后我们去卖点桂圆 我们一上午 就去车到那边去 就买了一上午的桂圆 还爬山 用了一上午 可笑的是什么 你真的 弄完了 啥也话没说 带我去吃饭 一盘饺子 完事儿 就打道回府 我累了一上午 你带我苦力了 一盘饺子 打道回府 你跟我说过 你这些安排了没有 不是 这个事情 原先我们打算的是 上午去把这事情弄好了 之后我们下午去玩吧 但是谁知道中途有变故 一点多了才弄完 弄完之后再去吃个饭 大概两点多三点 我们再开车过去了 可能就四点了 景区大概五点多关门 我们就一个多小时去玩 没必要的 其实我觉得 你没必要的 我觉得有必要 不是出来玩的 而你却是让我出来工作 工作累得要死 然后就走 摘桂园不是也是玩吗 踩摘不是也是玩吗 累啊 踩了几百斤的桂园 那为什么要踩那么多呢 大家说回去还可以卖 因为成都那边 卖的话就六七块嘛 这边才不到一块钱 行 没事 这就我觉得都还好办 都还好办 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家里面 就让我接受不了 有一回他也没跟我说 就我到你家 所有亲朋都在 我该注意什么 那我以为他跟我家一样的 因为我在家 就属于可以喝酒嘛 我就去他们家过年吧 就一起大家吃个饭 在饭桌上呢 他喝酒就带动我喝酒 他高兴了 他说来 我们两个玩酒圈 花酒圈 我说好呀 就被他妈妈看见了 他妈妈就旁边就说 我是喝烂酒的 我一开始还真不明白 那个喝烂酒是什么意思 我问他 他告诉我的还是 他喝烂酒是什么 说我爱喝酒 喝完酒 作风不好 就乱来 你妈妈要这样说我 你在损害一个女孩子的亲遇 你明白吗 你还以直气壮的 就跟我这么说的 说你喝烂酒 那天就是因为家里面过节 我问他要不要喝点 他说要喝一点 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我爸妈 他们会觉得女孩子喝酒啊 有啥的 我们两个就喝嘛 喝了之后又划拳 我妈当天晚上就生气了嘛 你就跟妈妈说一句 她不是这样的人 不就完了嘛 也别传那个话 我跟她说了 但是我妈她 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她觉得她眼前看到的东西 就比较这种 而且她也不知道 收敛一点 就是在亲戚朋友面前 我在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甚至我父辈那边 还说要教女孩子喝酒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样的 出去谈客户 你喝点酒 你也知道这肚量在哪 我没有说在你们家刷酒疯吧 没有说张口一来 就张话满天飞吧 还更过分是呢 我身体不好 有点那个子宫 有点子宫肌瘤 然后我父母是医生嘛 我问过父母 我说会不会影响到我身体啊这些 然后我父亲就说 没关系 就咱们做一个小手术 我不知道她妈妈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情 就跟她说 说这是老年人得的病 不是年轻人得的病 是我以前作风不好 到处爱玩 还说反对跟我结婚 一定要跟我说分手的 我妈她 因为她比较传统 她看到别人大多数生的这个病 她就给我说嘛 这我就直接给她说了 我也没什么隐瞒的那些东西 我就搞不懂了 在我生病的时候 你们家人尤其是你 应该关心我的生理怎么样 而不是关心你家人怎么看待 你关心过我身体好了没有 我妈她是站在我的立场上啊 为我早想想到你 做结婚做一些东西啊 你去手术了吗 还没呢 这事你跟你妈解释过吗 我跟她说过啊 我觉得你介意吗 我其实不介意 但我妈她们那个 她很在乎她爸爸妈妈说的每句话 她爸妈说的事情 全部就会转给我听 我觉得这件事 没必要对她撒谎 就算我不直接告诉你的话 你去家里面也可以感受 他们的一些态度 一些东西啊 我父母就对我也没说啥呀 为什么你父母就还要求这么这么多 我就搞不懂了 你站过我的立场想了没有 不不不不 关键是你男朋友介不介意在不在乎啊 她说不在乎 但她天天在我面前说呀 她说她父母怎么怎么样 父母怎么样 这跟我压力也挺大的呀 还有就是 我跟她提过什么时候结婚 她说没钱 我跟她说过 你没钱我都愿意跟着你 我们俩就把结婚成你呢 无所谓的 她就还来一句你好可怕 我就不知道 我可怕在哪里 关于结婚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需要一场好好的婚礼吗 还有就是彩礼啊 各种问题 还有结婚之后 我没有找你要吧 我甚至我跟我爸妈说 我说喜欢你 我说你的压力也很大 我看在眼里了 我没说我不去工作 我在家里面吃你的 穿你的用你的 我会跟你一起奋斗 不可能的 他们俩赴一辈和我们 你想不想娶她 臭小子 想啊 娶啊 但是她父母到底同不同意 我也没清楚 人家父母同意啊 人家刚才说了 还担心什么 还有就是我父母 她的一些问题 行 你父母不同意呗 对 对吧 还担心什么 就是我们两个结婚之后 要买房子啊那些 人家没有这个 还担心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两个 经常吵架吧 我觉得我们需要 真正得到一些东西去紧 所以问题的核心在这儿 一个愿嫁 一个不愿娶 行了 那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生 如果这个男生 现在愿意和你结婚 你宁愿不要彩礼 宁愿不要婚礼 也愿意嫁给她 愿意啊 但是她不愿意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们这段恋情 应该是你主动吧 对 是你追的她吧 对 追了多少时间啊 有两三个月 追到手了 嗯 但也正是由于你的主动 你看到了她的有恃无恐 而且她的小傲娇 是一直写在脸上的 你们这段恋情 男生是牢牢掌握着主动权的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绝不妥协 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生 你就要学会为爱浪步 该妥协的时候需要妥协 生活当中往往是女生要彩礼 要婚礼 但现在她一无反顾啊 她不要一切物质啊 就是想和你结婚啊 这就是一块四金石啊 已经试出来了 我们说在爱情的过程当中 女性的智商适当的 确实会下降 但也不能降到深渊呢 你的智商请回到地面上来 去审视一下 好吗 谢谢 今天在场上听的是 女生声音特别大 似乎都是她在指责男生 但实际上 你这么大的声音 正是因为你内心无比的脆弱 把自己在这场感情中 放得无比的卑微 你都已经看到了 在那个特殊时期 你发着高烧 这个男人对你的状态 那种不想负责任 那种想甩包袱的状态 你都感受到了呀 你不觉得这个男生 对你根本没有那么用情吗 我不反对女生在爱情中主动 但是我们至少位置要平等 如果关系不对等 这段关系你永远抓不住 如果情感不对等 这份爱情你求不来 但老师有些时候 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本来 他要再没有一点好 你不更可怜到极致了吗 你还用来呀 所以请你认清现状 这个男生就是这样 他的父母是 看到你喝酒比酒全啊 会对你有一些可能偏颇的认知 但如果他爱你 如果他尊重你 他会跟父母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说他 他是个非常好的女孩 他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他为什么不尊重你 为什么不给你尊严 你还不明白吗 男生可能在最初 是被这个女生的追求而打动 可能他身上也多少有一点 你喜欢的地方 加上一个女生这样的 把你处处捧在高处 你可能也感觉挺舒服的 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想数了就数落 你可能也享受的是 这种高高在上的感受 但请问那是爱情吗 你真正为这个女生燃烧过吗 人家都说要跟你裸婚了 你还说你好可怕呀 是啊 你不爱她 当然觉得可怕了 这个人要把她的后半辈子 放在我身上 我吓死了 所以该享受的也享受了 咱们正是这段情感 真觉得是负重前行 那你也剪剪包袱 你也别拖着姑娘 你觉得呢 谢谢 女生这么着急 想和她结婚到底图什么 我想跟她在一起的 图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现在你们也在一起啊 因为在我眼睛她蛮优秀的 就是工作 她带给我很多优秀的地方 她都在你的事业上影响你 积极地向上是吗 对 特别影响我向上 包括她工作态度啊 为了一份工作可以不用吃 就一直要忙工作 你可以把她当成朋友啊 这样的朋友 我们结交起来也很好啊 那就朋友 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 喜欢她 那现在为什么要结婚呢 她明明是不想现在结婚 你都说了 我不要房子 不要财力 就要跟你结婚 她说好可怕 你到底图什么 你图婚姻之后 带给你的安全感 因为从你的这个恋情 开始到现在 你始终缺乏了安全感 你始终不能有把握自信 对自己说她是爱我的 你以为她传的母亲那些话 就完全就是母亲的想法 而没有她一丝的想法吗 错了 母亲只是一个借口 传话只是一种形式 但她会告诉你 别那么着急来跟我结婚 你还不配 她就是在这么羞辱你啊 你还这么上赶着呢 她能为你做什么呀 在那个特殊的时间 你发烧了 你心中你慌不慌啊 你需要不需要一个爱人 挺身而出说我陪你 她做到了吗 满嘴的埋怨吧 你耽误我的事了 你甚至给我的公司 还带来影响了 对不对啊 姑娘 好好想想吧 先不谈什么结婚 能否在一起谈下去 这个恋爱 恋爱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她给你的回报是什么 你要去审视 好吧 恋爱之前 先多爱自己吧 怕我就不说什么了 就这样 谈恋爱谈得这么难看 为啥这恋爱 还非得继续下去 还非得上杆子的 非她不嫁呀 这男人就算再优秀 她是一件极其美的衣服吧 就像是我们女人 哪有一个人去买一件 极其美的衣服 只为了自己穿上了以后 像个小丑 你从上场了以后 你不优雅 不从容 生死力竭 咆哮 整个的这个状态 还是你喜欢的自己吗 不是 当你和她的恋爱 谈到你只剩下这样的自己的时候 你觉得这段关系还要吗 女孩子总是爱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图跟她在一块 你什么都不要 只是为了得到她 得到她以后 你想要的一定更多 但是她就是给不了 你什么都不要的那些 她给不了 你想要的更多的 她也给不了 你眼前让她给你的一点爱和尊重 她都给不了 刚刚曲伟老师说的特别对 就是妈妈所说的那一些 真的有的时候 还真不是她妈说的 就是她的话 借妈妈之口 让你自己知难而退 她做的那么多事情 早就该拂袖而去了 你怎么一直不生气 把你扔在餐厅 你怎么会不生气 把你扔在朋友那里 让你下不来台 你怎么会不生气 她哪一点宠你爱你 哪一点让你觉得 这个人对你好了 你说老师 她还是有一丁点好的 我们要是天天不给一个人饭吃 水喝她早饿死了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我还不让你死 我三天两头的给你一点水 给你一点饭 于是你要死不死的在这里挨着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 她心情好的时候 给你点粥粥水水 我都宁可她对你狠一点 这样你还可以走得快一点 小姑娘家家的又漂亮 人性格也还大大方方的 没必要因为她变成一个 生死历劫的人 停止去爱那个 会使你变得不好看 愤怒 自己都厌恶自己的人 不爱了 不喜欢就放手嘛 对 何必呢 其他我觉得都可以忍 对 有一件事情是绝不可以忍的 就发烧那件事情 心里透着嫌弃 心里透着不担当 这太靠不住了 你要不爱 你就直接告诉她 离开 而不是羞辱她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流水 我觉得首先是 关于咱俩的事情 因为最开始的话 其实我和她 很多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说的是 让她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发现她做的 还是很多错的 到后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不行 我就必须要去说她 之后还有就是 关于老师说的那些话 其实我妈妈说她一些东西 其实我给我妈妈和我爸爸 都承诺过 都去说过 但我爸妈就是不相信 她其实心里也知道 我完全没有闲逐她 什么子宫肌瘤啊 这些问题 我说没问题 我说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但我妈妈一给我说了 我就给她说 因为我妈每次不高兴 或者我们做啥事的时候 她跟我说了 我就直接给她说了 我说什么话 我就给她们说什么话 你怎么那么爱惜你的羽毛啊 你辩驳这些有什么意义啊 其实姑娘不就要你一句话吗 爱不爱我吗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吗 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吗 你爱不爱她 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娶她 人家不就要这个东西吗 避重就轻的在那辩 辩论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爱一个女人 你怎么会看她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错的呢 看清楚了啊 没啥好说的了 自己是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啊 开门 还来了 这就是生活嘛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在以后我会改变一些就是做事的一些东西 多思考一下 其实老师说的还是对有该忍让的时候还是忍让 好了抱抱吧抱抱吧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请回 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真心的表达 他们能看到爱情当中的问题 他们幸福一切就好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都离过婚 都是上段婚姻的受害者 本来以为在一起可以相互依靠 可是没想到我们相处时间不长 就发生了这么多矛盾 她对于上段感情的处理方式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心里很在意 但她从来没为我着想过 还总是嫌我没事找事 她的性格没我想象的那么阳光 而且生活中我们存在的差异 她从来不会迁就我 所以我看不到我们可以相伴后半生的希望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王先生45岁来自河北电工 卢女士45岁来自河北快递分检员 欢迎两位 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是吧 对 因为都净身出户 所以觉得同命相连 于是在相亲的时候就看上了彼此 对 想抱团取暖 是吧 对 现在已经在一起一年半的时间了 大半年多了 才大半年多 对 然后就出现了问题是吧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感觉我看错人了 因为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 然后就是说认识了 然后彼此一聊吧 就是都离过婚 然后都是净身出户 我们都属于被欺凌的一方可以说是 所以这个我感觉同命相连 能有共同语言 这不才半年吗 怎么就觉得错看了呢 结果过了半年以后 我感觉现在我更惨 我是被他欺负了 怎么了 我怎么会欺负你呢 其实主持人是这么回事啊 离婚已经七八年了 还没事的 还跟那个他那个前妻孩子他们 总在一块吃饭聚餐的 你说我能心里好受吗 其实这个事吧 不是他说那样 因为我离已经七八年了 一直都是跟前妻像朋友一样相处 但是今年呢赶上我这个孩子高三 我前妻吧 她是上班三班倒 她就给我配把钥匙说 你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我不带 你就可以给孩子做个饭啊 让她回家吃口暖饭 虽然李亦兰孩子没错是吧 我其实跟前妻没啥 就是给孩子做饭这个事 她就感觉不行 老跟我胡搅蛮缠 确实跟前妻一刀两断了啊 对 肯定是一刀两断 不一刀两断 我也不可能说再跟她这个谈恋爱 跟她见面人 那也不是人干的事啊 行 所以但是这件事 您觉得有问题是吧 非常有问题 不是她这么说的 你知道吧 给孩子做饭吧 都是过来人 都有孩子是吧 肯定不是说我不让她做饭 你要说给做饭去 你告诉我一事总可以吧 我不是以前跟你告诉过吗 然后偶尔忘告诉你一下 这也没啥有感觉 你应该理解一下这个 你忘告诉我 而且我去做饭吧 不是说我定点定时 是规定哪天都已经 是她倒门 我也不知道哪天 然后她可能有临时 给我打个电话说 你来吧 那我去了 我有可能就是忘告诉你 那你为啥会忘啊 这是 你那边来电话了 你马上到那个都搜过去了 你想过我干说吗你 如果我不怕 我肯定会告诉她 是吧 告诉你 行 你会觉得她管你管多了 是吧 这就算其中之一吧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吧 这个孩子他老 对我们一直都特别好 然后我离婚以后吧 逢年过节呢 我这个还像往常一样 就是看看老人 其实我买东西看吧 我也不是被她老妈买 我是买两份礼物 我买都一样的东西 然后她知道以后她就说 你跟我谈啊 现在我是主角吧 你应该把这个东西 比给你这个孩子 姥姥买的多一点啊 地位我要显得高一点啊 主事啊 我得说 这有啥争的这个东西啊 那不是说那个礼物的那个 礼物多少的问题 你知道吧 这个礼物其实无所谓 都说她姥姥 总想脱合她跟她前妻 那你说她们总见面 就来就去的 再结婚一下 我担心你知道吧 所以我必然让她们结束 主事 这个事是这样 是这样 听我说 她老这么说 她好像把我说的这个 有点渣 其实我是 跟前妻没有任何的瓜哥 为啥她瓜哥这些事呢 因为我们都离 但是呢 她背着外债出来 然后她跟前夫吧 她像仇人一样 就是老死不想往来 然后呢 她想让我呢 也跟前妻那种感觉就是 不能跟她们家人 任何人有这个往来 就是一刀两断 其实她就是活在她那个 离婚的那种阴影里边 主任 我你说 所以这种状态我感觉 她倒是特别会想象着吧 我要是她活在阴影里 我能跟你出对象吗 孩子和孩子姥姥的问题 听懂了 还有别的事吗 现在这不我们 大半年我们在一起吗 在一起吧 她总感觉 因为我本身都给生活费 然后这孩子有时候 打个车了 有啥事啊 她会跟我要钱 然后呢 我也给 她为了说 让我们这小家过得更好一点 她就是让我把这个财务 交给她来管理 然后呢 我要钱跟她要 她要收你的财权了 对 收我的财务权 我要你钱 我又不花 对吧 我只是避免你 总给你千妻他们呢 她总是三股头的 把钱给他们 你说 你们俩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没结婚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也不能收人的钱呢 这个收钱吧 我也不是特别反对 为啥呢 因为她当时背着外战 离婚出来的 搞得像是吧 她本来她是不愿意的了 她说呀 我背着外战 我也不想连累你 然后我说呀 我可以跟你分担一边 咱可以共同还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 还吧 她就嫌我还的钱少 我没有说把钱管过来 然后我还外战 我不是那样 你知道吧 现在我们处对象了 对吧 你把心给收我这块了 中心放在我这块是对的 你关心孩子可以 但是你太频繁了 对吧 那我肯定往别说想 毕竟有一次 那个是被刨弃的警力 对 等于在经济上面 女生现在想管理男生 是这意思吗 对 她管理这个事吧 我不是特别反对 最可惜的是这个事 她都认为我是冤大头 说你当时钱也都给人家了 现在房价也涨了 是吧 咱这个租房的生活条件 这么差 她鼓得我 让我呢 跟我前妻要一半房产 其实她的目的我感觉就是 哎呀 非得挤对对我 跟前妻用这个事闹烦了 这事我也不能干的 我一个大老爷们都这么多年来 我能干这事 这也不能干的事 你还希望她 把过去的财产要一半 重新分配财产是吧 我那么说 都是像她说那个 不让她们跟她 过于频繁的接触 懂了 把钱往外套 懂了 懂了 钱上面反正也合不来 以前的关系处理上 也觉得不合适 你们俩在一起怎么样 抛开那些东西 我们俩现在在一起生活 就简直 我感觉生活不了了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 都是早班不固定 她加班也 她有一个好处 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吧 能加两个小时 不加一个小时 就是比较吃苦这个 我也挺认可 但是你这个晚上 11点回来 不管是12点回来 她买一些这个卤串啊 这都是所谓的街边的小摊的 一些东西 在那大吃大喝 然后呢 我这个人吧 就是看我这身材 你看比较注重养生 比较讲究 然后我不吃吧 我还闻着这个味儿挺难受 我吃吧 我还吃不下那些东西 他这人都是嚼性 你知道吧主持人 都嚼性 这个我不让你吃 这也是为你好啊 你说这啥身材了 跟我一般高吧 这身材差不多 你这属于人身攻击 你这吧 都身材咋了 这我其实不也是为了他好吗 就是说你吃外了身体 我将来结婚 我搞得像是奔着跟你结婚来的吧 如果你吃外了我 不还是负担吗 这有啥不对啊 吃没吃 她吃了 你吃没吃 我没吃 你希望他现在不吃宵夜呗 养生是这意思吧 还有就是啊 我猫 他想吃 他特别想吃 颤抢蛋你知道吧 但是他那个是特别 控制倒是可以 他能养生 我想起我也不能吃 因为我比较特律 主要是 我们两个都倒班 然后吧 有时候就是说 难得这个一块晚上 在一块吃饭 然后呢 我俩喝点小酒是吧 我在那是开心的喝 他自己在那儿 戒酒消除那种感觉 呗 呗一喝 喝多了 我一扶他啊 哎呀 赏我呀打我呀 然后说你这个 啊你这个千刀寡的 你这个不是东西呢 我都提了 我只是问你道歉了吗 对吧 但是我也不记得了 这个我也能忍受 一个大男人吧 你打我两下 你打不疼 我也能承受 后来几次以后吧 一聊天 真正的原因 我才受不了 这啥原因呢 他说 我跟他千夫长得特别像 其实呢 我跟他千夫长得 一点都不像 我看见过相片上 你说我身材也不像 个头也不像 母眼鼻子眼都不像 唯一的像点就是 我的这个头型 我这一毛没有 这个头型 他把我害的 我替他老公背黑锅 这黑锅我背的 有点冤呢 那我之后不跟你道歉了吗 还想发了对吧 给你买黑折蚝蚝蚝 让你吃 让你长头发对吧 那省发业我也给你买 让你抹 对吧 咱们对吧 长头发业 现在啊 你别说了 你都是神经病了 为啥 想改变别人的人 其实都是神经病 想改变自己的人 其实才是神的我认为 他神经病那天 他为了嘛 为了就是说 你们小心点啊 你一会儿别人 这就是为了那种那个 让我这个 不像他老 前任老公应该说是啊 他想让我 留头发 然后呢 给我买什么 黑芝麻糊 补肾 这个养发 又给我买什么这个 洗发水 然后你知道哪 听来的什么片发 哪姜姆头皮 那火烧火了 就完了 那老板受了 我这多委屈 那我这不为你身体也好吗 对吧 你说不长头发 你肯定有问题 上医院检查的 不为你好吗 哪有问题 听多了 精神上也挺摧残的 还有别的事吗 这个生活习惯 也不一样 你看我这个 学学营养 讲究讲究养生 我吃营养早餐 我这挺对他好的 也给他弄他不吃 然后我吃 然后还有就是吧 这个运动习惯 我那喜欢这个 晚饭后 没事了 见不走走 舒缓一下这个精神的紧张 他总让我问他 那个肩不走去 我上班都 我这一天都得走上半步 我回家我还跟他 那个肩不走去 我是脑子有问题啊我 所以这个生活习惯 这个赏量也无果 行 还有别的吗 啊 我们这不 在一起住吗 他也没跟我赏量 把他老妈突然间给接了 本来租的房子都窄 然后吧 这老人你也知道 他过日子 他跟咱的观念不一样 他特别那种会过 说白了就抠 大热天回家了 开会空调吧 他是嫌费店 现在你们住的房子 是谁的房子呀 租的 租的房子 谁租的呀 合租的 对合租 一起花钱吗 合租那你得听听人家的意见啊 对吧 对我是当时是没有 那哈 时候也跟他那个服软了吧 也不是 行行行 我就想问问 来的目的是什么 过不下去了是吧 对 分手啊 他想改变我 哎呀分手吧 还有点可惜 这不来这了吗 哦 那就说你想当神 你要改变自己 你让我们几个老师 当神经病呗 因为你是想让他们 来改造他吗 可以互相改变一下 适合对方 但是他根本 一点也不改变 那你不是也 我想改变 我随他一半也不行 你不是也想改变我吗 让我跟你是在大把大把的 吃这个保安品 听明白了 应该怎么办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确实两个人因为同病相连 所以一见如故 所以抱团取暖 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双方其实相互之间也不了解 更不理解 你看他把自己的前妻似通家人 你把自己的前夫恨之入骨 我问一下大姐 你以后孩子是跟前夫的吧 对 几岁了 八岁了 你去看孩子吗经常 想去看 什么叫想去看 不让看 是你不想去呢 还是人家真的不愿意让你去 也是不敢看 怕看了之后不割舍的 这都是理由 但这种理由很苍白 这一点你做得好 当然 我们离异以后跟自己的前妻 并不一定要成为仇人 但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 我们相互尊重 有一点他做得好 他管自己的孩子 给孩子去做饭 这是父爱 这是亲情 你做得很好 谢谢老师 但是 你明明知道 他内心的苦 你还手无手手的 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痛苦 他很显然 他还没有从离婚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这是他最大的痛啊 你居然同病相连抱团取暖了 为什么不帮帮他 不温暖他一下呢 大姐 慢慢来 不急 重新走出来 任何时候都不迟 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爱 我想 那时候的爱才是幸福的 好吗 谢谢 谢谢包红熊 你看看 几句话 痛哭流涕 在心坎里 这就要真理解了 那个假装说同命相连的是一点都不理解 不知道你之前的婚姻发生了什么状况啊 但是 能想象也是想念孩子的 只是还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方法去面对孩子 面对过去的婚姻 是 我想跟你说的是 就像于老师说的 你还活在过去婚姻的阴影中 没有从那段痛苦中走出来 我支持你再去寻找一份幸福的感情 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调整好状态 又遇上一个 我不能说它不靠谱啊 遇上一个不能够完全担当 也说实话 人家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帮你疗愈过去的痛苦 你碰上这样的情况就只能是我这边还不顺 那边又是痛苦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女士 好好去梳理一下生活 无论是工作和孩子的关系 还是我们对未来的关系 应该怎么去面对 你要梳理清楚了 陈老师 你这意思是我不靠谱啊 我能对我的儿子前妻那么好 我以后绝对会对他好 我只不过是想让他稍稍地做些改变 我刚才那句话说你不靠谱了 我还替你开脱 我说你没有责任和义务 去帮助他解决过去的痛苦和阴影 我这个也有义务 你有啥义务啊大哥 你在场上说了 这不 这我帮他也对 但是陈老师没说你不靠谱 你听清楚 他说有的不靠谱 好不靠谱的我改 谢谢啊 哎呀跟你过日子 我的天呀 就被你的碎罪念就逼疯了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沉默得尽 现在我要疯 要疯你走啊 你不就是觉得有个女人 和你在一起抱团取暖吗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能分担你的寂寞 你不就是想这样 自己万一生个病有人给你倒口水 自己有个什么事 家里有个人等着你 你以为你有多爱他呀 你以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我没听出来 你连给孩子做饭 都不跟他知会一声 让他在那担心 你明知道他心里有创伤 你都不愿意体贴他去交代一句 我不是没有说 我告诉他 我告诉他 但是偶尔就是忘了他 你有多提提他 你有多爱他 你心里清楚 不要在那儿振振有词 一直指责别人 既然我们是想抱团取暖 那至少我们要少说多做 多去体会他的痛苦 能帮咱帮 不能帮 咱也把自己的事情说好 不要在那儿唠唠叨叨 一直埋怨 这样只能让别人说 你这个男人没担当啊 我也不建议你们在一起 彼此都没有互相滋养 都是伤害和不如意 何苦呢 即便是再婚 我们要找一个 能让自己愉快 也能给对方带来快乐的人 谢谢 大哥 你们俩不是同病相伦 你们俩并没有面临 同样的问题 你其实现在活得很开心 李懿 对于你来说是一种解脱 对她来说是一种伤害 你无法理解她的苦 你居然把酒后她这种失态 你当成一种笑话 来给我们调侃 她得多苦啊 你根本就没有通过她的痛 你也不愿意去理解她的苦 谈什么同病相连 你只想说解脱了 我终于解脱了上一段婚姻的束缚了 我要自由 我要开心 我要健身 我要养生 这是你 你一点什么都不缺 她是缺的 大姐 不能因为我们受过了苦 所以我们见不得别人好 你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 你有孩子去探望 你有前妻去照顾 你居然还跟前妻的母亲搞得挺好 你嫉妒啊 你缺少这种氛围啊 你一定不能有这种心态 人要善良 争取自己应该去争取的 放掉不应该坚持的 你就会获得幸福 就这样 谢谢老师 我还是得问你是为什么离婚 因为我之前投资 投资都买嘛 然后赔钱了 我猜也是 不想让自己的前夫和孩子 背上这一些债 嗯 是 都是不想让他们受牵连 所以你也不愿意去探望孩子什么的 宁可让别人觉得 你跟他们已经断绝了关系 对 是这样 你为了保护他们 嗯 所以自己出来了 嗯 你也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净身出户的 所以对于他来讲 前夫是他心里这个伤 这个伤是来自于 在遇到大难临头的时候 你选择跟我真的分开了 而不是跟我一起扛 嗯 我为了保护孩子们 我为了保护你 我选择我自己过得苦一点 但我没有想到 你真的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所以他一提到前夫他就难过 他知道自己是犯错了 但他原本期待的是 我的丈夫能跟我一起背 而不是说你走吧 你自己去解决这个事 你在这个时候说了这一句 让他感动 并且信以为真 这就是他期待的爱情的话 那就是你的债 我们一起扛 我们一起慢慢还吧 他期待这话 是从他前夫嘴里说出来的 因为那是他完整的生活 他的生活的拼图 就因为缺了那一脚 整个的都碎掉 他爱的也不是你 爱的就是那一个 光着头说出那一句话的人 他期待那个人是 他不是你 你们两个人 什么都不合适 我们都说 在一起的人啊 得吃得到一个锅里 你们吃不到 下了班能玩得到一起去 你们玩不到 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事情 是合拍的 唯独就是过去的这一点经历 但是对于大哥来讲 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动了一些感情 动了一些心 但你更多动的是什么 是我是个好人 你特别陶醉这种角色里头 我是个好人 所以我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前妻 我是个好人 所以我离婚这么多年 我都还去给儿子做饭 我是个好人 所以逢年过节 我还去看前丈母娘 我是个好人 我未来的妻子的妈 我也会管 我未来妻子的债 我也会扛 你再把自己造成神 就像你说的 改变自己的是神 你希望自己完美 你希望自己面面俱到 人人都顾到 但是 你的能力只有那么一点 就像你只有这么一口面粉 你非要给他摊一个极其大的饼 会怎样大哥 这个饼会破 这就是他的失望来自哪里 你会使自己怎么样努力 到最后发现成了一个恶人 你也委屈啊 这个委屈就像你说的老师们 你们不能这样说 仿佛我成了一个渣男 你不是 你真的是只想做一个好人 你也可能是在弥补当年前妻 并没有把你看成的那一个样子 你们两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害 走到了现在 你们并不适合组成一个家庭 因为你们真的聊不来 吃不到一块 大家都在冷静地想想吧 其实话已经非常清楚了 女士一定要先自愈 从那个英里走出来 再开始下一段 看起来阳光快乐的你 也没有那么阳光 你也得学会扔掉一些东西 你们的感情确实不合适 当提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你完全是不屑和看不起 这我也没完全是不屑吧 他这个加班想多赚点钱 这一个他的优点 他这样 这我也提到了吧 我们在这儿其实有一个误区 为什么他愿意去听 他在接受一个全项信息 对我有利的和对我没利的 我都在听 你不是 你只做一件事 我是好人 对我有用的我接收 对我没用的我一定要反驳 可是在生活里 你去反驳它有什么意义呢 你争的胜负争的是什么呢 您自己想 不是两个受伤的人抱在一起 就一定会取暖 你们冷静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如果想这个继续走一把 就得互相彼此改变吧 然后你这个伤疤 尽量能修复都修复是吧 我多改变点 你也改变点 咱们能走一去都走一去 我又知道 我确实没从上一次的 这个情感中走出来 确实还有伤痛在心里边 但是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应该那个是得到更好的 好 谢谢 谢谢两妹 请回 请回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来看看这对中年恋人 是如何做选择的 请开门 请开门 你不是跟他说希望他找一个更好的人吗 这其实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所在 你如果真想这样 你跟他说的一定不是这段话 说你找一个 而是说我愿意为你去改变 我们可不可以再试一试 女人一般都口是心非 那您就接受您现在的苦难吧 嗯 谢谢您 请回 她都不是第一次吃口是心非的亏了 她跟她前夫离婚的时候也是我来扛 我们离婚 没有想到前夫真的就这么让她扛了 所以一个人想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英雄 你就要承担英雄该承担的后果 如果你不能承担那个后果的话 你就直面真实的那个自己 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特别害怕跟女朋友争吵 每次都觉得如果吵架的话 我们这段关系就结束了 她会跟我提分手 所以呢 总是在逃避 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如果吵一次架 就能结束一段感情的话 那你们这段感情未免也太脆弱了吧 既然这么脆弱的感情 也不值得有什么留恋的吧 蛋白粉 冻植物优质双蛋白 本栏目由汤城备见冠名播出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